1997年本港大試回顧 是由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及三生牌錄容大寶酒六尾巴酒 亂合約播映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九七本港大試回顧 經過接近十三年漫長的過渡期 香港主權終於回歸中國 英國殖民管治香港156年的時代結束 在這一年裏 香港人見證了政權改變 有些體會到港人治港 一國兩制的生活模式 回歸前那種對前景坦克不安的心情 似乎已經一掃而空 遊行示威仍然是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傳媒唱所欲言毫無禁忌 曾經成為國際焦點的中英政治爭拗 亦都已經成為歷史 不如我們把握這個時刻 重溫一下當日回歸盛市的珍貴片段 次數字幕組組組組組織 Hurray Slow Out U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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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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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tain is part of Hong Kong's history and Hong Kong is part of Britain's history we are also part of each other's future and done 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will pas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will thereby be restored to China, an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t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strong identity of its own and be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partner for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fema.org and visit www.fema.org and visit www.fema.org 1997年7月1日这一天 将作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 在日死寺, 经历了百年昌上的香港回归祖国 标志着香港同胞 从此成为祖国 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 拍蛋 拍手 拍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现在成立 本人董建华 尽此宣誓 连接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连接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宣誓人 李宗盛 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成立 标志着邓小平先生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获得了成功 香港人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明确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运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接近全力保持香港一贯的生活方式 公众经营国用户市场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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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趕快你搬 他 他 十大電視廣告頒獎典禮 詳情請參與零報和名報周刊 或到OK便利店索取表格 陰陽眼鬼上身, 輪迴投胎 一切靈異事件的發生 科學界解釋是磁場改變時空逆轉 出現的第三類接觸 醫學界認為是神經失常產生的幻象 你又怎麼看呢 靈異檔案下星期一晚10.7 揭開靈界之謎 認真好夜, 三聖牌龍尾巴酒 我有今天的成就, 多姿多彩的生活 甚至享受, 都離不開它 三聖牌龍尾巴酒 三聖牌龍尾巴酒 的確是藍士們的無相真品 喂? 輕輕一聲 喂? 還會帶給你一段輕鬆又歡樂的時光 香港朋友請打0011-808-868-6828 內地朋友請打00680-995-0328 這是國際電話收費, 你必須連滿十八歲 現在就打個電話來吧 喂? 喂? 知亭三片式衛生巾 乾爽的網面, 跟面質的護翼, 完美結合 中間乾爽, 兩側柔軟 知亭三片式 福康專科及資源中心提供治療及支援服務 你慷慨的支持, 可以幫助我們提高藥能人士生活的質素 當真相逐漸明朗的時候, 它亦可能失去一切 那些錢是反賣人口器官得回來的 你要揭替這件事, 我們已經將辯護律師高光常名解決 樂信感冒靈突藥, 正義必勝 星期六晚7.4 最HOT巨星 我室來未為 粉丁龍市, 秦龍子, 廣末娘子, 華園憑美, 騰井玉妮 最強組合 Smack, Sprint, Gray, La Couple, Dreams Come True 日本音樂超人氣最激戰 全日本紅白樓像歌唱大賽 星期日晚7.55分本港台 歡迎回來第二部份的本港大事回顧 十六東岩亞貨幣貶值 國際炒家虛工港元, 實擊股市的衝擊 今年香港的金融市場出現大起大落的波動 市民投資折損, 消費力減弱 使得受到牽連 香港經濟又突然由年初的蓬勃發展轉為放緩 甚至開始衰退 不少公司倒閉, 失業人數陸續上升 五月份, 北京控股在香港上市 市民帶排長龍, 拿招股表格 銀行要派人維持秩序 還要派出超過百萬份表格 超額營購達到1200倍 打破香港上市紀錄 掛牌當日, 股價比招股價更高出了兩倍 在紅籌地產股帶動之下 恆新指數在6月3日衝破萬五點 正當全民皆股成交額超過400億 一日的新高 到了8月底, 泰國貨幣大幅貶值 股市下跌, 港股受到牽連 跌穿了萬五點心理關口 之後, 股價步起步跌在1000點之間 而股民對於後市, 當時仍然是有信心 沒有恐慌性拋售 恆指徘徊在萬四點之間 10月份, 港股再受國際炒家截擊 和東南亞貨幣的影響繼續滑落 8七股災重現 一星期內累積跌幅接近2500點 10月23日, 炒家截擊港元 金管局扯高港元利率 捍衛聯繫匯率 當日銀行隔夜同業拆息 由平日的10里以下增加到300里 銀行優惠利率亦相應調高 匯豐、恆生銀行更宣布 定期存款未到期不可提取 受到加息影響, 股市出現恐慌性拋售 港股急射1,210點 一日內恒指三度跌破1萬點關口 是歷來單日以點數計最大的跌幅 事實上, 由8月指數創歷史新高 16820點 急射到最低的8,775點 跌幅達到4成8 股市總市值估計損失超過2萬億港元 上半年急升的紅籌股 更普遍急措五成以上 而在這一日, 掛牌有實力的紅籌股 中國電信 就跌破股價近一成 比起5個月前上市的北京控股熱潮 真是天怨之別 就連國家主席江澤民也感到無奈 雖然港府官員重新香港經濟穩健 炒價折擊港元, 注定失敗 但由於台灣南韓貨幣相繼貶值 港元持續受壓 同業策息年尾仍高企 而本港的聯繫匯率政策就不會改變 韓韓銀行必須和會繼續跟美國銀行連繫 完全沒有理由 這都是短期的痕跡 越快我們能解決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這都是短期的痕跡 股災之後, 國際評級機構目的投資 將本港銀行評級展望 由穩定降為負面 時隔10天, 港基國際銀行 被全財政不穩, 出現擠堤 兩天合計, 全戶提走了接近15億港元 銀行副主席馬文德, 譴責造謠者 The rumors have been spreading for no reason The fundamentals of this institution is strong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strong 行政長官董建華, 則安定民心 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基礎好 不用怕著要言 同時希望小市民深敵一點 我現在做進一步的具體的保證 外匯基金會全面支持港京銀行 如果它有需要的話 外匯基金會撥出足夠的資金 給港京銀行履行它一切的業務上的責任 造謠的人是為自己的利益的 不是大家的利益的 至於誰造謠 行政局成員梁錦松就這樣說 但我猜可能有些外國投機者 就見到這個港元苟躬不下 就開始散佈這些謠言 但至於是否他們呢 這個我想要有待證實才行 然而倒閉的謠言 竟然趨向餅店 持餅卡的市民 至少花了八個小時換餅 整個餅店今晚會空宵人夾的 為甚麼是想拿餅呢 那就是想去排隊 最後餅店要發表聲明 說資金聰裕 連正在溫哥華開亞太會議的董特首 也要為這種現象發現 真是不應該有不安的 因為我們現在走的方向 其實是很對的 不止現在國際上 大家都公認香港走的方向很對 引發這次事件發生 是因為誤傳聖安娜餅店 和伯伯伯仍然同屬一個集團 在香港經營了 十三年的伯伯伯伯伯公司 由於無力償還債務 還預計日本總公司 在十一月底宣佈清盤 一億元的貨品 連續兩日減價大傾銷 作詞和一知 全部都在索能份上 可以放在尿いた 無束了 在大傑 至于受影响失业的二千多名员工 就接受劳工署的安排和协助找工 另外中巴裁减四百名技工 劳资双方因为不满赔偿安排 差跌让成工业行动 最后双方让步和解 事件才告平息 而经营了十年 有二十几间分行 计划两年后上市的大福行 也因为负债未能上还而宣布结业 大概有四百员工受影响 成为第一个全线结业的中营地产代理公司 根据统计处统计的数字 失业人数上升 各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财源 而破产欠伸基金接获的申请 也飘升六成 初五年来最高的纪录 共9400多宗 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 减低香港的竞争能力 令到已经低迷的旅游业 更加是雪上加上 旅游巴士公司生意跌幅超过了五成 是五年来的新低 我估计未来来说人手就会比较舒缓的了 在舒缓底下我相信输入努工的压力应该大大减低的 我们当然要考虑是否输入外劳 不过行政局最终仍然是通过了建筑业输入外劳 明年三月实施 人数不设上限 港府就会增加一百名人手 处理审批和监察工作 确保本地经测试合格的工人 获优先聘用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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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级 经过了今次对这股票的冲击 变成了雇主在他们家 作出他们的家人工决定的时候 可能会更加小心 身金调整五%至六 都希望得到员工的所谓体量 東南亞貨幣危機對區內經濟影響既然這麼深遠 自然成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焦點話題 不過這次國際盛匯首次香港舉行 對於當時回歸中國只有三個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以及主辦國中國來說都有很深層的意義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不足三個月 香港再次成為世界觸目的焦點 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首次在香港召開 再次確立香港在回歸之後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變 而中國亦首次以東道國的身份 邀請1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財經精英 來到香港參與這次的成會 總理李鵬借這個機會向國際顯示 一國兩制在香港落實的情況 北人不如意見 各位來到香港可以親眼見到 中國政府關於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在香港 都得了切實的貫徹 經過幾天在香港的觀察 世銀總裁 玉爾忽森在閉幕禮像就有這樣的回應 看見這個區域和香港的一國兩制 確實是我們現在可以相信 在這個城市 看見香港和中國的新的聯繫 各種不同的聲音 金樓團體與警方發生衝突 三天的世銀會議 其實最令中外傳媒印象深刻的 要算是副總理朱鎔基 在不同場合的幽默風趣表現 首先讚賞淫志剛 你最好 最重要的 你最好 最重要的 因為我還好 繼而在答問大會上 這位先生的題問題 好似發表演說一樣 因此我不需要 比他更加具體的回答這個問題 我只需要回答 Yes or no and I said yes I can only answer yes 忍得滿場笑聲 掌聲 不絕於意 我只想憐 I'm licking 18 可不可以 Get rid of him being. I don't want to slam it up. Just believe in yourself. Oh, what a magic moment. 只一個不是昨天就模樣. 但原地就很緊張. 是空間無窮的力量. 一切精彩掌握我… 全新愛納信768系列,手提電話 來海洋公園,無限的開心,隨時發生 出現了 生活講享受,Ion信用卡自幫得手 30分鐘出卡,網絡隨處有 還可以深圳按機,人民幣即時收手 全新Ion招財便利站,周圍密密開封面又就手 Ion慶祝十周年,憑卡簽賬送你隨之禮品 還可以用超特惠家援購手提CD機 和日本外匯機票 Ion信用卡,走快幾步,切上周到 我們一番青春活潑的年輕朋友 在聊些甚麼呢? 當然是新鮮又有趣的話題 想知道就快點打個電話來吧 香港的朋友請打 0011-808-868-6822 內地的朋友請打 00680-995-0333 這個是國際長途電話收費 你必須要年滿十八歲 清潔好幫手,活其能是高手 無論地板起積,抽油煙機油漬 爐面污漬,以至家居清潔 用活其能全能起積劑 一噴一抹,立即乾淨 加油活其能,清潔勝過人 做衣服一定要衣料好 才展一樓,手工細緻 這樣就簡單了,穿三招牌就行了 二叔,我還準備了一套送給你 這麼新的東西,不適合我的 二叔,三招牌 三招服飾,男人本飾 工作繁忙,引致身體不適 想補腎腰 沒試過洗腎補 你怎麼知道他幫不了你 碧桂園五星級的家廣告雜誌 星期六萬七點零五分,本港台 回到第三部份的本港大肆回顧 過去一年的樓價 序著股市和銀行息口的變動大起大落 買家買樓不一定要來自住 而是要來炒賣,從中賺錢 雖然港府曾經推出連串壓抑樓價措施 一般市民仍然沒有辦法承擔高昂的樓價 在炒賣高峰期 地產代理公司數目比銀行分行數目還要多 直至十月股災,銀行收緊樓月案件 加上特區政府承諾增加土地供應 依靠五年內興建八萬五千個單位 令發展商入市買地的意願減低 樓價趙然大幅滑落 事實上這個炒賣的情形是比較太離譜了 成交量比起平時相對會下跌 大概是三成到四成五上下 公屋的居民是想買回他們住的樓 所以我們是想承傳他們的意願 年初炒樓似熱 但是一個豪宅炒價最高可以炒到二百三十萬 後來發展商限制以公司名義登記 中簽比例 東廣城一開賣 就接獲二萬七千多個買家營購 凍結了九十五億元資金 地產經紀就經常在新樓盤出售的時候 遊說中簽者出揚 在荃灣余景新城推出的時候 就有經紀和維持秩序的護衛員發生衝突 在賣地方面 三月份信和以一百一十八億二千萬元 投得柴灣小西灣地皮 打破本港賣地史上紀錄 為了壓抑炒樓風氣 港府推出連串措施 包括建議銀行收緊一千二百萬元以上豪宅案揭 將市人留意的樓花 預售期由十二個月放寬至十五個月 規定發展商必須在樓花同意書批出六個月之內 將所有單位推出市場發售 同時又將居屋預售期放寬至兩年 但是樓價依然高期 一般小市民又買不起樓 三月份立法局帶樓之外 發現一個寫上銅巴密近的可疑字盒 矛頭直指當時的房屋師黃昇華 一月初董建華曾經叫市民 不要急著買樓 樓價上得這麼快 真的不是一件好的事 之後樓價升得更高 受到市民埋怨 一月份曾經說過一句話 我說不要急著買樓 之後樓價升了很多 我很遺憾我說這句話 真的很遺憾 不過特首的首份施政報告 似乎為港人住屋問題 推劃了一個宏偉的藍圖 每年興建工營和私營房屋單位 不少過百萬五千個 在十年之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治居所 以及将轮后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到三年 房屋政策原则上 与年初港英政府的未来十年长远房屋策略差不多 都是说要建屋安民共拖前路 多谢各位 退出首次置业贷款计划 给月入七万元以下家庭想置业的人士申请 年息只是两至三厘半 而租者有其屋计划 就会每年至少廉阳二万五千个公屋单位 首批出售的六个公屋村 单位平均售价六万至三十四万不等 房处还会保证七年结构维修 计划一出就赌不少公屋居民的欢迎 但是二手居屋就立刻跌价两成 至于二百五十万以下的二手私人楼 交中数也都缩减 事实上至十月金融风暴 银行调高利息和收紧按揭 以及特区政府会推出大量土地 楼市大幅调整成交由四月最高二万六千宗 跌到七千多宗跌幅近四成 为了吸引买家 地产商不惜展开减价战来争夺买家 虽然有人排队 但是丑价跌到几万元都没有人承接 同年初的疯狂炒丑风不可同日而语 楼市淡静地产代理行商计结业 或者是削减分行数目 四月全星期有五千五百几间地产店 从业员就二万五 年底就减到万四人 楼失量接近四成 不过今年卖地的总收入就有四百零五亿 比去年增加了四倍 破历史记录 而拍卖场内 亦再不会出现这样的混乱场面 因为每个入场者都事先登记 一排在手 正所谓天有不差之风云 原本只是在琴竹身上发病的琴流感病毒 竟然在本港发现 导致多人死亡 市民不敢吃鸡 令到鸡饭生意大降 本港鸡龙陷入经营的困境 国际传媒界的广泛报导 亦都影响到本港的形象 令到旅游业雪上加上 特区政府官员刚刚应付完 国际炒家追击港员 又要在千头万岁的问题上寻求突破 希望减轻禽流感事件 对本港带来的损害 今年八月 卫生署证证明在五月十五号入院 而最终不治的三岁男童 感染到原本只是在雀鳥琴竹身上发病的流行性感冒病毒H5N1 令到本港成为全球首中病例 当时卫生署收集了502个血清样本 送到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化验 经过足足五个月的研究 四日之前卫生署宣布结果 发现其中九个样本 验出含有禽流感抗体 包括诊治手中禽流感病痛的医生 一名化验室工作人员 和五名从事家禽业的人士 虽然他们都没有发病 但结果就引起国际卫生组织的关注 担心到H5N1病毒的基因可能已经改变 病毒不单从家禽传播 亦都可以由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染 前线医护人员大为紧张 纷纷做起预防措施 目前治疗甲累禽流感的药物只有两种 甘肝胺是其中一种 对抗病毒的疫苗最快要半年后才研制到 不过本港公立医院 就采用一项快速测试的方法 短时间内就可以验出测试者 是否对病毒呈阳性 自从8月证实手中港人患上禽流感病 鱼龙署在昆市 就调查过本港五十个鸡墙 共一千只鸡 当时说没有一只鸡感染到 这种禽流感的病毒 市民于是鸡照吃 而遇上这样和禽鳥玩 直至11月7日 发现第二宗个案 之后又陆续有接近20宗证实 和怀疑个案发生 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 证实的个案当中已有四人死亡 而患病者以十岁以下的小童 得病率是最高 佔了整六成 教育署要求 设有自养国的学校 加上围栏 不准学生直接接触小动物 而两名受感染病童 所就读的幼稚园 全校师生都要抽血检查 学校要清洗消毒 有些家长就担心到 不让子女发学 而本港鸡笼和鸡饭 就损失严重 鸡价怎么便宜都没人买 很多市民都不敢吃鸡 卫生署长陈冯富珍 曾经公开说不怕吃鸡 我天天都吃鸡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可以照吃 而长山还临时加禽批发市场 就停业三天 作彻底的消毒 世界卫生组织流行感冒科 主管来到香港观察之后 亦都强调 禽流感未对香港求成威胁 不需要实施旅游限制 或者是检疫的措施 但是效果就未见显著 不少地区已经劝语到港的旅游人士 要特别小心 本港旅游业毕竟受到影响 由于事态严重 港府终于在12月中宣布 成立跨部门小组 专责处理禽流感事件 聖诞日凌晨 开始暂时停止鸡饭由内地入口 以配合鱼笼署检疫工作 不过卫生署宣布 证实在鸭利洲两个鸡蛋的鸡粉样本当中 发现H5病毒 第二日假期 市民就宁愿排三到四个小时 都要去公立医院急诊室 看轻微的伤风感冒 为了挽回市民的信心 鱼笼署和广东省动植物检疫局 达成协议 当恢复入口内地鸡的时候 港月间就实行双重检鸡的制度 双方都要负责 验清楚鸡有没有病 付运之前 鸡隻要和其他家禽隔离五天 就抽样调查 没有事才可以由敏感度入口 再验和加封条插标签 至于还在本港的120万只鸡 就在前日一日内全部消毁 再埋在堆田区 大规模清洗所有的鸡蕩鸡場 安排有需要的鸡饭做身体检查 以及作出有关的赔偿 其实除了H5N1病毒 本港今年曾经受到其他病毒的侵袭 有O157型大长港菌 肺炉菌 霍乱菌 德国麻疹 里斯特菌 重大意外事故 又有尖沙咀卡拉奥基 以及美夫新村一个单位大伙 让成共25人死 50人受伤 另外19桶山埃在运送期间 跌到水塘附近 引起一度紧张 今年揭发多宗医疗失误事件 其中牵涉玛丽医院 而又引起广大关注的 就有5宗 包括帮两名女病人 割除盲腸的时候 不把书卵管一併撤取 另外又将两包A型 两包B型的血漿 输给O型血的病人 以及将绷颈枕用的 空气打入女病人的证物 導致这两名病人都死亡 而一名实习医生 就将未经稀释的甲 注射入病人的证物 幸好及早发现病人没有生命危险 另外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 亦都承认一名学户 将口服营养剂注入 男病人证物馆里面 经抢救之后 幸好无大外 而伊丽莎白医院 亦都怀疑医生失职 言误开刀时间 导致一名胎儿缺氧 脑部细胞大部分死亡 出世之后变成植物人 医管局对于连串的医疗失误事件 公开表示道歉 承认监管不足 会计划增添医生临床工作时间 减轻他们的行政工作 避免更多人为疏忽事件出现 然而卫生署下 长沙环菜马会诊所 母婴健康院药房配菜药 亦都披露了本港配药程序的不见犬 一名工人将颜色类似的瘦口水 混入退消药水一起入津 令到至少五百名小童的家长 惶恐不安 纷纷带子女回去诊所诊断 而在家长退翻的退消药水当中 部分验出是含有九成瘦口水 服用了有问题退消药的儿童 会出现嘔吐和肚射的症状 卫生署对有关事件即时作出道歉 承认是人为疏忽 会加以追究 看看有没有办法 可以就人手方面 就编制方面有任何适当的更改 更加可以配合现时的要求 欢迎新一代贾荡专家 看看他怎样建招拆招 首先拆穿魔术验人西洋镜 再在街头表演抢生意 之后碰槍绝技 跟着扮狗奇迹 嚇你一跳 務求拆你招牌 自封演艺界天王 恶狗先生 星期日晚十五年 中国有很多迈向世界的第一次 今天科龙电器 再为中国创造另一个第一次 用性并相 以世界级的环保科技 榮英第一台 进驻联合国的中国并相 为世界幻保 写下光辉的生命 五股精华在南归旁 永远一对 最美是春天 五粮春酒 五粮夜酒唱出品 历史城市 永智难忘 光辉时刻 无价珍藏 百二分钟香港回归庆典精华实录 精篇图文书策 独立编号收藏证书 尽在香港回归庆典实录 香港明天更好纪念套装影带及VCD 全球发行 香港电视转播联盟回归製作 每个晚上我都喜欢听自己喜欢的情歌 再想见迷人的美丽晚装 期待着陌生的你打个电话给我 香港的朋友请打 0011 808 868 6011 内地的朋友请打 00680 995 0330 这个是国际电话收费 你必须要年满18岁 海运日有好介绍 你试过海运的烧鸵十八色没有 海运深井烧鸵海鲜酒家为回归社会 特設长者优惠月 厌烦年满六十岁的长者 就可以免费吃到漂亮的烧鸵 80岁还有十八款烧鸵任选 当然了,这里是海运 特色火锅配料新鲜款式多 都是十八元一碟 三杯免费任喝 夜茶西湖牛肉粥只收一元 家常便饭的价钱 吃到这么漂亮的深井烧鸵 连车钱都省了 还不快点打去海运订位 停车等候时,请关掉引擎 停车等候时,请关掉引擎 回到本港大事回顾最后一部分 立法局议员不能坐着冬车 被临时立法会取代 固然是中英政治争拗中的一个犧牲品 但临时立法会的成立也不见得顺风顺水 议会中的增量场面虽然少了 但与其他政客对博公团的机会就多了 而慕徵儿童的问题就仍然有待解决 7月1日,临时立法会虽然正式成立 但它的法理地位仍然受到挑战 6月初回归之前,民主党成员吴京麟 就曾经以个人名义入品高院 要求法庭颁令7月1日之前 临时立法会审理或通过的法例无效 并且禁制主席范徐来泰行使议会权力 高院大法官施伟伦认为 原告人只是为民主党达到政治目的 临立会问题是中英之间的法律争拗 法庭不会干预 况且临立会当时是在深圳开会 通过的法例只是在7月1日之后才生效 本港法庭是没有司法管轄权 又不认为范徐来泰所做的事是不合法 故此不接纳吴京麟的申请 他提出上诉由前大律师公会主席李志喜做代表 律政司基本法诉讼小组法律专员奉华健 就代表辩方 诉讼在回归之后7月底进行 结果以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陈兆海 为首的三名上诉法官 一致认为临立会成立有法理依据 是为了履行基本法而产生 临立会地位虽然受到肯定 但在开会期间 曾经两度受到四五行动成员 在场内抗议 会议要中途暂停 各位议员暂停开会 为了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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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统筹局局长 另一次在十月底发生 支持者后来被起诉 为了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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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立法局通过的 勞工集体谈判权 就引起不少的回响 而通过的入境条例草案 亦都再次引起 连串的法律诉讼 无论如何 第一届立法会选举 已经安排在明年五月中举行 而特区政府 亦都为这件事 筹备得如火如吐 而各派有意参选的政党 独立人士 亦都为选举而积极部署 明年选举出现了 开 大陆来港小人蛇自首人数激增 是去年同期的十五倍 明年增加 有1200多个小人蛇自首 我在这里要重申 香港政府 对非法警战是没有特赦的 一半的政策都是继部继解 麻烦 入境署要决心打击偷渡潮 这类遣返行动的场面 在回归之前六个月就相当普遍 行动当中 就以遣返非法住港七年级的钟若林 和她预期居港的妈妈返内地的场面 是最令人印象深刻 大批入境处的人员和警员到场 消防员戒备 不要抓紧牢 终于若林的妈妈被扣上手扣带走 而穿着粉红色衣服的若林 就夹在人群之中 继约是这么凌厉的打击行动 到了回归日 毛正同在香港的人数 仍然至少有1500人 特区政府首个工作日 超过500名非法入境 或者预期居留的内地儿童 在父母的陪同之下 就拥到入境处 排队申报资料 希望能够取得居留的身份 他们要求7月1日香港回归之后 都国能够根据《基本法》第43条 给予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拥有居港权 7月9日 临立会经过长达6小时的激变 还要以45对6的大比数 一日之内三毒通过入境条例草案 规定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子女 必须先获取居留权证明书 才可以持单程证来港定居 而有关的条例可以追索到7月1日 影响至少66,000名 目前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子女 面对可能被遣返的命运 大批无证儿童的家长 就拥到法援处求助 要求司法复核 认为条例有违《基本法》 由于个案太多 公园最终选出了四宗具代表性的个案 作为案例进行聆讯 最后全部败诉 主审法官齐燕辉 同时裁定港人内地分心和非分心的子女 获得同等的居港权利 特区政府就这一项的裁决提出上诉 而个案代表律师也申请法援上诉 明年3月才开审 在这段期间 大概有1400名已经获批准法援的无证儿童 可以暂缓遣返 至于手中引用《基本法》入品法院 争取在香港居留的无证童周嘉怡 以及在7月9日 法例通过之前 申请司法复核的三名无证童 就获入警处长酌情 撤消遣返令 而由8月15日开始 陆续就有合资格获取居留权证明书 持单程证的乙童 由内地来香港定居 他们对于前景是充满希望和信心的 香港回归中国 顺理成章 全国人大亦第一次有港区独立代表 人选由港人自行决定 以国内的标准 选举过程充分体会民主精神 但以香港议会文化来看 就被批评是小圈子选举 一国和两者之间 矛盾似乎仍然存在 回归之后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首次有香港自己的独立代表 12月初 由424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 负责选出36位港区人大代表 有评论说 这一次的选举是 400多人一定是小圈子 有这些人决定 你可不可以做人大代表 然而 拿提名表格的人数就相当踊跃 有139人 但获得足够10个提名 而可以参选的候选人 就只有72位 当众民主党三名成员 全部拿不够提名 没有机会参选 曾经被港英政府斥令退休 成为全港市民讨论焦点的梁敏燕 就得到70个提名 而有资格做候选人 不过虽然在首轮选举中入围 声势凌厉 但是选举委员会之间 不久就传出有倒梁风 在第二轮选举当中 得到最低的票数而要出局 至于来香港上任的新华社 香港分社社长姜恩柱 在两轮选举中都以大热满之势胜出 同样得到397票 做了票王 他曾经被质疑 今次选举是否会有角色冲突 他就这样解释 但是整个选举过程都受到非议 参加选举 但是落败的周梁淑仪就有这样的感慨 赢不到肯定会有失望 但是今次不可以完全在意料之外 因为一直在拉票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说过 我们感觉到一定的很多组织 在这里发挥某些作用 无论是怎样 36位港区人大代表已经选出 陈埃乐定 当中包括14名现任人大代表 临立会主席范徐黎泰 明年3月开始 参与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工作 97年是香港历史进入分水嶺的年份 新闻一浪接一浪 令人感叹沧海桑田 历史巨轮没有人能够逆转 或者去试图改变 只能够向前望迎接新的机缘 新的挑战 在节目结束之前 让我们一起以轻松的心情 回味一些妙语证据 或者叫人难忘的新闻片段 祝大家新年快乐 给我挂我自己可能这个感受 都挺震惊的人 在国外很多地方唱衰香港 唱衰香港 放下六四报复的 我们要确保回归顺利 处长我想你可不可以讲讲 是否你打算是不回复 我是忠的 我宣布本局休会 代族无忌 我们一定不要回来 我们太厉害了 傻呀你们 大家真是没想象力太丰富了 记者先生在那边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 是不是请大家鼓掌通过 97年本港大肆回顾 是由广东科龙电器股份 给你帮我 没 我 不 不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